作者 张义自美国主导下联军 开始在叙利亚展开 只在打击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以来 他们一直标榜自身在城坚除恶 然而 最近一份平民伤亡数据曝光 将美国主导的联军 从道德高地上狠狠拉下来 2018年6月28日 据相关权威媒体报道称 美国主导国际联军 日前发表声明 自2014年以来 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施的军事打击 已经造成至少939名平民死亡 而这份声明来源于坚决行动联合特遣队的评估 他们是在详细调查联军四年间的29596次军事打击 方才得出以上数据 战争中平民伤亡经常难以避免 而国际社会为最大限度在战争中保护平民 而制定很多法规 客观而言 如果美国所主导联军积极贯彻这些法规 即使平民伤亡仍不可避免 但数字不会这样多 打击极端组织确实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 可是之所以要打击极端组织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人类社会 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 打击他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广大民众 像美国这样在军事行动中杀伤大量平民显然是本末倒置 此外 大量平民死亡的背后 还凸显一个问题 即美国所主导的联军 在打击极端组织方面战果到底几何 从已经公布的各类资料看 除地面作战外 美国所主导联军对极端组织的空袭 一次 能造成数名极端组织武装人员伤亡 已经是较大战果 大部分空袭只是摧毁一些建筑或装备 这种情况下 平民伤亡数字竟如此高 那联军的空袭 到底击毙多少极端组织武装分子 就非常值得